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都亮相专题片 讲述相关工作情况 以下为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预告内容 2018年7月以来 秦岭维建别墅拆除备受关注 有1194栋维建别墅被整治 从2014年5月到2018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就秦岭维建做出批示指示 这次拆委整治由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一 担任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 2014年5月13日 总书记做出第一次批示 要求陕西省委省政府 关注秦岭北路西安段 圈地建别墅问题 然而省里没有对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 进行传达学习 西安市也直到20多天后的6月10日 才成立调查组 让退居二线的是政府咨询员 乔征担任组长时任西安市 是政府咨询员乔征 因为我是个咨询员 又是退居二线所有参加我小组的成员 都是副手 要动用西安的所有政治资源 所有人力资源 也可能我这个职务达不到能力标准 2014年7月 调查小组向市里 反馈维建别墅底数已彻底查清 共计202栋 随后202栋这个数字 就从市里报省里 省里报中央 一路畅行事实上 秦岭维建别墅 远远不止202栋 由于陕西省和西安市严重的 行事主义和官僚主义 导致1000多栋的维建别墅 在当时被漏报 2014年10月13日 习近平总书记 又做出第二次重要批示 但陕西省和西安市 还是没有引起真正重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八监督检查师 主任中央专项整治工作组 副组长陈章勇 会议有传达 领导有批示 工作有督查 结果有报告 但通过深入调查我们发现 这些传达 读查 报告当中 存在着严重的行事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从2015年2月 到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 又针对秦岭维建别墅 做过三次重要批示指示 但陕西省和西安市 仍然没有做到总书记要求的 不彻底解决 绝不放手 时任西安市市长上官急庆 怕这些问题延续这么些年了 背后肯定有这样那样复杂的人际关系 2018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秦岭维建别墅 做出第六次批示 首先从政治纪内查起 彻底查处整而未至 阳奉因为 进而不决的问题 荡月下旬 中央专门派出中纪委领衔的专项整治工作组 入住陕西 展开针对秦岭维建别墅的整治行动 中央纪委副书记 国家监委副主任中央 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徐令毅 维建别墅的发生和演变最重要的原因 在于有关党组织的政治建设缺失缺位 软弱无力 有关领导干部 对政治纪内缺乏敬畏政治规矩 意识淡薄 地方上的违章建筑 为何惊动中央总书记 为何四年里 就同一问题做出六次批示 秦岭维建别墅 完即得不到解决的背后 反映了怎样的政治问题 请关注新闻专题片 一抓到底正风际 我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